本周日,鲁能泰山队将会北上挑战中超领投阳北京国安队,目前两支球队在积分榜尚未居前两席,而两队之间也仅有一分的差距,因此对于两队来说,谁能够拿下本场比赛? 谁就会在中超真冠的道路上更快一步?上轮比赛两支球队均在各自主场取得胜利,而北京国安虽然是主场作战,但是他们要面对主力停赛以及少休息一天的局面,因此泰山队此意并不要太悲观。 最近两天,李肖鹏一直在给队员们减压,他自己表示,跟北京国安的比赛不需要给球员去动员什么,大家都知道比赛的重要性以及输赢意味着什么,因此我们球队现在不是给球员们上弦,而是让球员们尽可能地放下包袱、减压。 要知道昨天晚上的比赛,北京国安虽然大胜河北华夏幸福,但是河北华夏不断地冲击也让国安显得有些疲惫,在体能上对手并不比我们好。 对于这场比赛,李肖鹏虽然说不上是胸有成竹,但是起码可以算得上是心中有数,毕竟早在两轮比赛之前,他就已经开始筹备这场比赛。 近两轮比赛他分别让塔尔德利和佩莱各轮休一场,目的就是下轮决战国安。 在李肖鹏看来,对李佑佩莱和塔尔德利两名外援,我们就已经掌握了和场击败国安的良策,而这么重要的比赛,和德斯需要好好坐在看上学习一番什么事经录得比。 而相反,对手的四位外援均囤积在中闲场,我们立足防守的情,框夏可以在对手的国产防线中找到漏洞。 本场比赛相信一定会是中超乃至全球瞩目的比赛,天空体育等电视台也会对本场比赛进行直播。 我们也相信鲁能和国安可以为全世界的球迷带来一场视觉盛宴,让世界看到中国足球的魅力。 当然足球场上人们只会记住最后的胜利者,因此我们期待鲁能可以在国安的主场击败对手,我们就是要踩着对手的肩膀登顶。 我们更期待鲁维是帽子戏法能够在公体再次上演,让公体的国安球迷畅想征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